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海建美食 今天我做了好吃的大发糕 看一下这个颜值 不论是从口感上还是颜值上 都是不错呦 一点不塌陷 不会缩 首先我们准备两根胡萝卜 给它去掉外皮 把两根胡萝卜清洗干净 切成片 切好的胡萝卜片放入蒸帘中 放入蒸锅 盖上盖子蒸制软烂的状态 胡萝卜片已经蒸制的差不多了 看一下 用筷子轻轻搓烂 这样就可以了 蒸好的胡萝卜片放入料理机中 打成胡萝卜泥 家里如果没有料理机的 可以用叉子直接压成胡萝卜泥 打好的胡萝卜泥放入大盆中 接下来把胡萝卜泥晾至微凉的状态 胡萝卜泥已经晾至微凉的状态 接下来打入两枚鸡蛋 加入三克的酵母 1.5克的无铝泡打粉 不喜欢的可以不加 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 我们分少量多次的加入普通面粉 边倒边搅拌 面粉的量 要根据胡萝卜泥的多少来决定 所以说我们倒面粉的时候 要少量多次的加入 把面搅成这样的大面絮状 我一共是两根萝卜放了38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柔软光滑的面团 密封性发至两倍大 发面的时间里我们准备几枚大枣 先给它去盒 再改成小碎钉 看一下这个面团 已经明显的发酵至两倍大了 里边有这种风波组织 把面团的中间部分 按一个温温 放上我们切好的大枣碎 然后给它揣匀 揉至面团跟大枣碎 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同时也排出了面团里的气体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模具 家里如果没有模具的 去用蒸帘或者是小盆 把揉好的面团放在模具中 给它压平 锅中我们提前放入温水 让面团更好地醒发 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 醒发至模具的八分满 看一下面团一醒发至 模具的八分满 这时候我们盖上盖子 开大火 先把水烧开 水开后蒸25分钟 时间到 我们给它关火 关火以后再焖三分钟 时间到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漂亮 金灿灿的 蓬松轩软 出锅 出锅之后 我们给它揭去油纸 然后给它倒扣过来 哇 简直是太漂亮了 看一下这个颜值 特别的蓬松轩软 不管是背面还是正面 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给它从中间切开 看看发糕的内部组织 切它过程中 我们就能感觉到特别的旋软 这是刚刚出锅的发糕 并没有凉呢 哇 漂亮 看看里面的组织 发糕特有的大气孔 不粘不粘 再在中间给它一分两半 发糕学会这样做 全程无技巧无难度 喜欢的您赶快动手试做吧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感谢点 Young